Odia Jungle 该电视台表示,为了不对公民造成伤害,飞行地带隐藏在云层中,根据3D视频显示,萨尔玛特导弹,可以携带20个战斗部,或者3个先锋战斗部,图中显示的是萨尔玛特导弹的3个先锋战斗部,28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,采用液体燃料,推进和地下紧固定部署,导弹长度超过35米,弹头重约10吨, 总发射重量达到了100吨,其最大射程可达到1.7万公里,足以覆盖欧洲和美国东西两岸各大城市,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,萨尔玛特可以携带10到15枚分岛式核弹头,弹头采取先进的突航技术,现役的反导系统,很难对其进行拦截,美国军事专家麦克尔佩克之前,在国家利益网站上曾撰文称, 俄罗斯新型洲际弹道导弹,萨尔玛特威力非常大,只需一枚就能够摧毁法国,或者克萨斯州面积大小的领土内的所有生物,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联邦议会发表国情斯文时,曾公布了萨尔玛特导弹的相关试射视频,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看后表示,这些导弹攻击的目标正是美国领土,这说明俄罗斯准备对美国实施和打击,不过俄罗斯方面后来否认了这一说法,在飞行阶段中西,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,将发射许多虚假目标,图为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飞行阶段示意图。